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包压缩 用cp命令进去复制 然后写一个备份脚本 把我的重要数据这个备份 然后让定时任务这个指定的时间 具体的时间去运行这个脚本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完全备份 但是啊 如果是要想实现增量备份 用自己去写脚本的方式来做 就会非常麻烦 我要去判断哪些到底出现了哪些新文件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我们要打算实现增量备份 系统我们准备了非常方便的备份工具 和非常方便的恢复工具 当然除了这两个常用的备份和恢复命令之外 系统还有一些其他的备份服务和备份工具 那这个呢 我们就暂时不再介绍 我们还是介绍两个常用的备份工具就开要了 那我们先来看档部命令 注意 档部命令在我的操作系统里 SantoS6.3的BasicSO安装当中 它默认没有安装 需要你手过安装 所以呢 我只要先APM查一下 确定一下系统有没有 它找到了一个叫做TCPBump的这样一个命令 这个家伙是这个Minus当中的抓包命令 但是它不是Bump 所以默认没装 确定你的YAM原是可以使用的 这个时候只要执行YAM刚外 然后Dump 它就会把你的这个Dump命令默然装 好了 装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格式 Dump后面加选项 然后指备份之后的文件名 再加原文件名 那选项呢 主要有这样几个 -level 只要后面直接加-0或者-9 它指的就是备份级别 其中0指的就是完全备份 1就是第一次增量备份 2就是第二次 3就是第三次 最多支持9次 这块直接写-0 不用是-LIVO空格0 不是这样的 直接写-0 然后-F呢 是指定 手工指定备份之后的文件 等文件名 跟压缩一样 需要用-F来手工指定这个备份名 -U呢 它指的是 备份的时候 把我的备份时间记录在这个文件当中 这样的话 这个一般来说都要交用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系统到底在什么时候执行了当部备份 -V呢 可以显示更多的这个过程 -G呢 是在备份的同时 把这个新文件直接压缩 压缩格式是-BC2 那一般来说 备份嘛 一般来说都需要压缩 所以-G也是常见选项 -G大写的W是查看 来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那先举一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备份分区 哎 我说备份嘛 不外乎就是备份分区 或者备份某一个重要的目录 或者文件 对吧 那我们分别来看 我们先来看怎么备份分区 那我们看一下 在我的系统当中 其实有这样几个分区 跟分区 步骤分区 后目分区 光盘当人不是 这个是这个探络FS啊 那在这几个当中 我挑一下 i boot最小 备份的时候更节省时间 我们做实验 所以我们备份一下 boot分区 呃 其实我们说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一般情况下 boot分区不需要备份 因为每一个安装的 Linux当中 备份的这个 只要你的版本是一样的 boot分区里的数据 都是一致的 这里呢 我只是为了演示 这个档篷命令 这个分区最小 所以备份起来最快 所以我们备份它 来我们看一下我执行的选项 档篷杠零 完全备份 UG 记录时间 压缩 杠F指定我备份的文件名叫这个 哎 我们说了压缩文件 我们最好写清楚它的 压缩包的名字 否则我会 如果我需要手工减压缩 接下来我就很不方便 对吧 备份的是 boot分区 哎 这就是备份 我们试一下 档篷 杠零 UG 把它备份到root目录下 root目录下 改名叫做boot.back.bz2 压缩包 备份的是boot目录 好了 哎 这块写的好像是欧啊 哦 还好我看见了 应该是零 对吧 一不小心打成欧 回车 稍等 它在这个计算和这个备份 那么不管是拷贝备份 还是压缩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等一下看 档篷 也知道 备份完成 备份完成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查看 这个文件 啊 可以查看这个文件 来判断一下 我的备份是在什么时候执行的 当然我们说过啊 在虚拟机上 我们的 这个日期啊 时间不会太准 但是他就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SDE整个分区 零级别备份 在几点几分进行 啊 在几点几分进行 看到了 那如果啊 我随便考一个文件 考进去 我挑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文件 这个文件是当前目录下的这个安装文件 25k 没错吧 这个文件比较大 那么我把它拷贝进去 这样的话我想干嘛 我就想再进行一遍增量备份 我看一下这个档份命令 到底是把整个布特目录 完整的再备份的一遍 还是指备份的新数据 你看完整备份 布特目录备份下来 需要19兆的空间 压缩完 对吧 那我呢 现在把install 拷贝到布特下 当然我们说过 启动分区最好不要做过多操作 否则万一把这个分区写满 我的系统就会起不来 对吧 那我现在只是做实验 待会我做完实验 我会把这个文件删掉 好了 考必进去之后呢 我再执行一遍 一级别的增量备份 也就是说 跟零比增量了 还记得吧 每次备份都是跟上一次备份来比 对吧 这是原始备份 备份来 第二天备份的时候 再执行这个备份 第三天备份的时候 备份新数据 对吧 增量备份 那一倍 一级别呢 就是不备份 原先备份过的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的记录 他知道备份过 所以呢 这些文件不在备份 他只备份 这个里面新出现的数据 所以啊 看我只要执行 我刚刚这条命令 备份命令 我把它级别改成一 把我的备份文件名改一下 这是BAC1 一级别备份 这个时候备份很快啊 比刚刚备份部分目录要快得多 我们乱了一下 看到 BAC 19兆 BAC 19兆 但是BAC1 只有18K 证明 刚刚这个命令 我们执行的 其实是增量 一级别的增量备份 然后我再去查看一下 这个文件 你就会看到 第一次备份是 零级别 完整备份 第二次呢 就是增量备份 哎 如果你需要隔一段时间备份一次增量备份 你就可以让我的定时任务写个脚本 自定时任务自动来执行 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那我们还可以干嘛 用档博杠W来查询一下我的备份的这个备份的时间及备份的级别的详细新品 那我们可以用档博杠大写的W 哎 你就可以看到 呃 这个分区 跟分区从来没有备份过 后母分区也从来一次都没有备份过 但是 BOOT分区 最后一次备份是一级别备份 他在几间几分备份 他的作用是 查询整个分区的 备份情况 那KIT这个命令的作用呢 是可以看到 我到底执行档博是在什么时候 具体备份的是哪个数据 这个大W呢 查看的是分区 所有系统当中现有分区的备份状况 好了 这就是档博 用它来备份整个分区的情况 其实也很简单 那如果我要备份某一个文件呢 比如说 我想把 我想把 一起C目录备份 这个时候我只要执行档博 但是请你小心 如果备份的是目录 他只能使用零级别进行完全备份 换句话说 档博命令只有备份分区的时候才可以执行增量备份 才可以执行增量备份 否则如果备份文件做增量备份 他会报错 那这个简单了 直接加杠零 加U 加J 指定我要压缩 指定我备份的文件名 然后指定文件就可以了 那我们试一下 档博 杠零 G 杠F 备份到root下改名叫做etcback.bz2 然后备份的是etc目录 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文件 回撤 这个文 这个目录就会备份下来 这个目录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备份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慢 稍等一下 好了 备份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etc目录也已经备份了 8.7兆 但是你小心 像目录是不支持增量备份 这个时候我又如果打成一 他会报错 仅仅可以运行零级别备份指定的这个文件 那他不支持增量备份 不支持增量备份 所以啊 看到了吗 备份文件 我就只能用杠零这个级别 而备份还是很简单的 我们回过头再看一下这个档博的选项 杠是不是数字指定级别 F指定文件名 一般用U和G 没错吧 杠写www 看看允许备份的分区的 备份的等级时间等等 他是用来查看分区的这个备份状态 对吧 好了 这就是档博命令 那有备份 我是不是就得有恢复 恢复命令就是restore命令 他的命令格式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restore 他可以选择备份的模式 后面跟选项 备份模式主要有四种 杠C大C 比较 杠T是查看 杠R是还原 杠I是交互手工来恢复 那我们说这四个模式 这四个模式 你只能选一个 而不能混用 也就是说四个模式是独立的 你要不然就是查看 要不然就是还原 不能既查看又还原 那选项就比较简单了 只是用来指定我的备份 那么看一下 我刚刚备份了几个数据 对吧 第一呢 我把 我现在要干嘛看 我先要把这个 先要做一下这个查看 这个比较这个模式 那也就是说 我需要进行的是杠大C模式 那我做一个事 我干嘛 我把布图目录下 一个内核的镜像文件 各位 我们讲过启动了 这是内核启动的必须文件 我把它改个名字 各位 这个实验你小心啊 改完之后 一定要把它改回来 否则 你下次重启 系统就会找不到内核 当然会崩溃 对吧 那我想干嘛 我把这个内核文件改一下 然后呢 比较一下 这个现有文件 和这个备份镜像 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他能发现 我的这个数据发生了变化 这就说明杠大C是有作用的 它的作用就是 比较现有文件 和你的备份镜像之间 是否有变化 那我们试试 好不好 我们试试 我首先我把布图下的 这个VM 这个改一下 改名 改成.back 然后呢 我用 Restory T S T O I A 杠大C 杠F 我不需要告诉他 我比较的是哪一个备份的这个目录 因为在我们这里 其实只有这个 他就会明确的告诉他 因为我这里指定了备份文件 没有 他有备份的这种相运的这个规定参数在里面 所以他就知道他比较的就是原始的布图目录和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现有的布图目录和这个 备份数据之间的这个变化 所以啊 你可以看到 他在这里看 他在这个文件当中找不到了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没有发现 有一个不太一样的错误 那也就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比较发现你的 现有文件和你的备份数据之间有变化 有问题 那么你就可以考虑恢复 当然恢复像我这样的实验就是把名改回来就行 如果你不是呢 你可以干嘛 把这个文件是不是恢复出来 然后再把它考回去就可以了 那么不管怎么说 我先把它改回来 待会儿恢不恢复了 我们再说 免得等我忘了 我待会儿系统一启动 我起不来了 所以我先把它改回来啊 好了 那这时候改完之后呢 你再比较 就会发现 哎 他找不着区别了 这两个文件是完全一样 哎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模式 比较模式 那再来看看下面的第二个查看模式 他就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打干嘛 Restory Core G-T G-F 查一下这个文件当中 他的备份数据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他可以看到 这个备份的压缩包当中 到底拥有哪些数据 哎 这就是查看 那恢复呢 也很简单 我在这里看 手工建个目录 手工建一个目录 免得恢复的到处都是 我找不着 但是呢 我进到这个目录当中 执行恢复 然后呢 他就会恢复的同时 进行假锁 那如果 我们这里说了 我们是增量备份 所以增量备份 在备份的时候 要想恢复 除了要恢复原始数据 还要恢复 增量备份的一级别的数据 如果你有更高的 二级别三级别 每一个增量备份 都需要手工恢复 恢复一点 所以啊 我需要单独建一个目录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建立一个 咱们可以建立一个 Boot的Bike目录 Bike目录 我们进去这个部落 然后呢 我们Race Torray -R 然后-F 被恢复的是 Root下的 Bike Boot点 是Root下的 Boot点 Bike 先备份的是 第一个压缩 原始备份 对吧 回车 稍等 压缩完 看 刚刚这个数据 全部解压到了当前目录下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事先建个目录 如果我不建目录 在这里备份 恢复 就会恢复到整个Root下 就会到处都是没法操作 所以我要先建个目录 进到这个目录里面再来恢复 那接下来还要干嘛 恢复啊 是不是还要恢复它的增量备份 恢复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 刚刚我考过来的这个文件 也就恢复到这里 因为我们明确的知道 增量备份是不是 只是我手工人为 往里考虑这个文件 好 这就是还原分区 那要是还原文件呢 那就更简单了 直接打 直接打这个还原的文件名就可以了 文件的压缩报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当然 如果这里 我在这里 我把它删掉 现有数据删掉 那么我们 Restory -R-F 恢复的是root下的ETC这个 这个目录 对吧 他就会把当前这个ETC目录下的所有的文件 都恢复到这里 都恢复到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跟系统的ETC是一样的 对吧 好了 这是备份恢复 当然我要记得我要干嘛 把boot目录下的这个install 我手工考过去的这个家伙 删了 对吧 好了 我想说 今天这个备份这个实验啊 我做的还是比较金钱 啥意思 你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需要注意几个事 第一 你的内核这个更改 改完之后一定要改回来 否则下次重启 内核就会消失 系统就会起不来 第二呢 我在删除刚刚这个备份数据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 不要删错 删这个 我考进去的数据的时候 对吧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具体的学习了一下备份命令 bump命令 然后又学习了一下restory 恢复数据命令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说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